畢業之後回來那種時間就很短 那時候我還可以跟他正常聊天 但是應該說聊天的範圍就是 僅僅僅關乎他的只有他願意講 我們才能知道 因為基本上我們如果主動繼續讀論或探聽 他是拒絕的 所以媽媽講說他認為姐姐生病了 這個你也認同 這個很明顯 媽媽陳述的部分你也都了解嗎 是這個情況沒有錯 所以說你們願意原諒自己 我到現在還是沒什麼感覺 我只能這麼想 可能你們會覺得我能寫沒有感情之類的 但是應該說這種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既定致詞 那我媽媽會認為姐姐生病 那我也會認為姐姐生病 因為從相處的過程中就是很明顯 那其實應該說就是有 他有很明顯就是跟之前不一樣的地方 就那個差異在 就是從綠島回來之後 對 那你知道他姐姐在綠島上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時候他在綠島是在哪個單位打開的 我也不清楚 因為我們去接人的時候 是他從綠島送回屏東 那我們是去屏東的機場把他接回來的 那所以在綠島那方面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 所以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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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我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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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